老头怎么也没想到 他明明是万人敬仰的武林第一盟主 却在七十岁的时候遭遇山东第一美女上门退婚 可他非但没有喊出末期老年穷 甚至兴奋地答应了退婚要求 因为此刻他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 而且还重生到了一个纹裤公子的身上 原来他本是无敌于天下的武林至尊 二十九岁便打败了刀尊剑底 被所有人尊称为武神 三十岁更是带领武林各派击退的邪魔外道 铲除了血天魔教与黑道十三盟 可就是这样一位铁血盟主 直到七十岁依旧截然一身 可这天当他从梦中醒来 却发现曾经天下无敌的他 此时丹田竟然空空如影 正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散公毒 一对年轻的夫妇出现在他的眼前 只见妇人一脸焦急地询问他有没有事 男人一脸疑惑 然而下一秒 却被自己那清朗的声音吓了一跳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妇人却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你这个不孝子 竟然连娘都不认了 身旁的丈夫急忙上前阻止 似乎对于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 此刻 看着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 男人更加疑惑了 直到他无意间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一张年轻又帅气的面孔 他愣住了 活了七十年的他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世 可眼前的一切却又如此的真实 也就在这时男人顿感一阵眩晕 只见他眼前一黑再次昏迷了过去 几个时辰后 男人再次醒来 本以为噩梦终于结束了 但当他看到周围那陌生的环境 又不得不再次接受现实 他真的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了 然而现在的他似乎并不受人们的待见 就连家里的仆人看到他都露出了一脸的失望 可男人根本想不起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如此没有责任心 你简直就是这个家族的耻辱 听到老仆人的话与男人愣着 曾经赏罚分明的他 此刻居然被人说没有责任心 这句身体原本的主人究竟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也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男子走了进来 可刚一进门他就开始埋怨 我都说了 就算对方是女人 少爷您也不可能赢的 男人一脸猛逼的询问对方是谁 只见对方长叹了一口气 我是阿光啊 少爷你又在假装失忆吗 每次到这种时候您的脑袋就赚得飞快 可为啥那天您就是没看清楚形式呢 如今输给女人简直是太丢脸了 不如趁此机会好好练练武功 男人听后仍是一脸猛逼 只能认真的回答他是真的不记得 眼看自家公子并不像是装的 于是阿光当即说道 上次您跟我借的二两银子还没有还呢 男人听后赶紧在身上翻着起来 看到男人当真将钱还给了自己 阿光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看来公子您是真的失忆了 要是放在平时 您向我借的钱可从来都没有还过呀 这话听到男人耳中不免让他一脸尴尬 随即询问起自己以前是个怎么样的人 可自家公子需要吐槽的东西实在太有 阿光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于是讲起了最近少爷被宋小姐拒绝的事情 没想到您死缠烂打之后被狠狠揍了一顿 最后还耍酒风掉进了水池里 原来宋华林作为宋家庄的继承人 不仅是山东第一美女 而且武功高强聪明慧智 是所有人眼中的完美女神 但唯一可惜的是 被指赋为婚给了少爷您这样一个废物 听完阿光的话 男人询问自己是不是以前经常揍她 不然为什么总是有种想揍她的冲动 男人在调整好心态之后 他再次询问 为什么刚才的老仆人说她是家族的耻辱 一听这话阿光立马就摆出了一脸的无奈 因为你不仅喜欢赌包 而且还经常寻花问柳 整天除了酗酒就是打架 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妥妥的人渣 听到这个回答男人彻底无语 想他堂堂武林至尊 竟然成了人们口中的人渣 不过根据目前的情况 他可以确定 自己是真的转世重生了 只不过重生到了一个垃圾的身上 碧里端作为山东碧市建门的少门主 除了人际关系极差 武功更是烂到透顶 虽然出生于武林世家 如今已经二十多岁 丹田的内力却只有五年的积累 身边能派上用场的 也只有一个从小伺候他的随从 理清自己的处境之后 碧里端再次开口询问 最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消息 比如有宝物现实 或者武林盟主去世之类的消息 阿光摇了摇头表示并没有听说 这让碧里端不禁开始疑惑 按理说他重生已经很多天了 武林盟主陨落的消息 应该早就传遍了整个武林 可如今却出奇的安静 难道是因为有人刻意隐瞒了 他死亡的消息吗 不过想想也是 如果武林盟主死亡的消息传开之后 江湖一定会出现动荡 他们都说你被宋小姐揍了之后 脑袋出了问题 碧里端只能无奈地恐笑一声 每次听到自己被女人揍 他就感到很是无语 那位宋小姐真的这么美吗 竟然能让我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挨走 是的 宋小姐刚搬来这里没多久 就有人传闻说 她是山东第一美女 附近年轻的小伙子 都排着队想要看她一眼 少爷您不也亲自前去排队了吗 碧里端沉默了 他前世见过许多美女 其中步伐中原四大美女之一 被称为天下第一美的女人 可她们之中没有一个 能与她真正相爱的 因为她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武林高手 那些女人只是把她 当成获取权力的手段而已 因此她也只把剑 当成了自己唯一的情人 想到这她当即起身 然后让阿光去给她拿一把剑来 阿光顿时就愣住了 看来少爷你是真的适应了 许久之后 阿光好不容易在仓库深处 找到了她的配件 这不禁让阿光疑惑起来 难道你是要拿着剑 去找宋小姐报仇吗 碧里端并没有回答 而是默默地拔出了长剑 前世的她因为已经天下无敌 所以始终没有碰到 值得让她拔剑的对手 可哪怕如此 她也一直无法达到 人剑合一的镜子 据说当人剑合一的时候 可以仅凭内力凝聚出无形之剑 轻松便可斩断世间万物 既然她现在已经重生了 那么她一定要走出一条 和前世不一样的道路 可正当她想得出神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了母亲的责备 看到碧里端拿着武器 她也觉得儿子 是要去找宋小姐报仇 碧里端赶忙解释 自己只是想练剑 可母亲早已对她失去了信任 所以断定她肯定是想去做什么坏事 眼看解释不通 碧里端一脸认真地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会拿着这把剑做什么 但起码我不会用它 去伤害自己的未婚妻 更不会拿着它去欺凌落小 听到这话母亲愣住了 没想到自己那不成器的儿子 竟然会说出这番话 而碧里端之所以如此说 是因为前世的她终身未去 虽然不知为何转身成为了碧里端 但既然已经成了现实 那她便会以碧里端的身份好好活下去 就这样数日后 碧里端每天坚持打坐修炼 此时的她已经能明显感受到 丹田的内力越发聪明 这段时间 她已经将体内紊乱的内力提炼精准 现在的她只需要运转天下第一的心法 天五号星举 就能随时运起调戏 提升内力锻炼体货 就在这时 阿光突然冲进房间 口中还不断大喊都不好了 碧里端不由的心中一喜 难道是盟主去世的消息传出来 阿光一愣 少爷你在说什么呢 盟主怎么可能突然死掉 是宋小姐的父亲宋于京大侠来 碧里端一脸尴尬 来了就来了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可是宋小姐也一起来了 片刻后两人来到了前院 此时她的父母和宋大侠父母早已再次等候 当看到宋华林那美若天仙的样貌之后 就连碧里端也暗自感叹 怪不得原主人会被迷得如此神魂颠倒 打完招呼 碧里端为那天的事 向宋华林表示了抱歉 可宋华林却没有任何回应 这尴尬的场面 让她的父亲也一起帮忙打云场 这时宋华林才缓缓开口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有件事想说 请取消我和碧公子的婚约 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愣住 宋于京更是当场质问女儿 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 宋华林却依旧神情冷漠 虽然我说这句话有些失礼 但我也有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利 顿时现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只不过下一面 碧里端长叹了一口气 我也希望能够同意宋小姐的请求 这却把老丈人气得当场责骂 婚姻大事岂能而戏 怎么可以无视父母自行决定 说完便立刻向男人开口道歉 希望他不要为此生气 这一举动却让碧里端一时间有些不知所谓 毕竟做错事的本来就是他自己 而如今宋于京作为一家之主 竟低头向自己这个顽固公子道歉 看来虽然原主的人品不佳 但身边这些人倒是都很不错 随即他开口解释道 我同意取消婚约并不是因为生气 而是我也想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结婚 然而此话一出 不仅仅是宋华林 就连父母也有些呆愣住 但很快父亲就想明白了 既然年轻人都已经决定了 那我们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取消婚约吧 对此宋家主却坚决不同意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自古便是如此 又怎能说取消就取消呢 说吧转身便准备告辞 此刻宋华林一脸茫然的看向碧里端 你为什么突然答应取消婚约 碧里端无奈的一笑 可能因为上次被你的拳头打得太疼了吧 宋华林一时间也无言以对 最后只能跟随父亲拜别必是剑门 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 母亲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 既然你不想结婚 为何还要去找宋华林胡闹 碧里端尴尬地低下了头 毕竟那是他重生之前做的事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随即表示他还有该做的事未完成 所以暂时不会结婚 这话听到母亲的耳中 却让他感到有些愤怒 那你接下来又想做什么 碧里端只能无奈地转移话题 就像之前说的 我现在只想好好恋悟 看着儿子那认真的表情 本想爆发的母亲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一时间场面陷入了一片安静 父亲在感觉到气氛不对后 赶忙拉着母亲回屋里庆祝 儿子都这样说了 我们不该为他喝上一杯吗 就这样 这场闹剧以父亲的信任结束 此刻 看着父母消失的背影 碧里端的心情很是复杂 曾经的他害怕家人会成为舞者的软肋 更担心爱情会使自己变得心软 所以直到七十岁他还是截然一身 而如今他却有了别样的想法 次日 跑完数十里路的碧里端 气喘吁吁地停下了脚步 为了恢复前世的体魄 他开始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而就在这时 宋华林突然出现在了毕家门口 看到碧里端出现 他慌忙地转过头去 解释是他的父亲让他前来道歉了 希望碧里端不要误会 说完便询问碧里端记得那天喝醉时说的话了 你说我这张漂亮的脸维持不了多久 要是老了一定会长皱纹 碧里端瞬间陷入了尴尬 自己这脑子还真是有问题 竟然会说出这种鬼话 于是开口向宋华林道歉 只是没想到 宋华林却坦诚地承认了这一点 虽然大家都在称赞我的容貌 但你说的没错 随着岁月的流逝 等我老了人们应该也不愿意多看我一眼 所以我不想靠美貌被大家记住 我希望可以凭自己的实力扬名天下 所以我才暂时不想谈婚论嫁的 碧里端顿时就愣住了 正想说些什么 听完一脸尴尬 可宋华林却询问碧里端 你同意取消婚约是不是因为伤到了字责 碧里端只能苦笑一声 Whatever you think 在他看来 这是二十岁的年轻人应有的情感 不过他却不一样 毕竟他已经活了七十多年 随即他让宋华林不用担心 自己并不会改变取消婚约的想法 宋华林没想到碧里端回答得如此淡然 一时间竟然愣在了那里 就这样碧里端与他擦肩而过 只留下了一句 我以后绝不会再打扰你的人生 听到这话 宋华林的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但却又夹杂着一点失望 他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 只能愣愣地看着碧里端头也不回地离开 其实对于碧里端来说 前世的他为了提升实战经验 花了太多时间用来斩杀恶人 他的青春几乎只有鲜血和杀戮 他深知内识的自己有多么的艰辛 所以这一世才希望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时光荏苒 周围的一切都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血 此时的碧里端依旧每天坚持练剑 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一套剑法 追魂修罗剑 曾经的他使用这套剑法刺穿过黑道十三位首领的心脏 更是凭借他斩杀了血天魔教的教主 因此才登上了天下第一的宝座 此时 碧里端快速运转内力 周围的空气在内力的作用下发出一阵阵嗡鸣 只见下一秒 他猛然睁开双眼 一道道剑气迸发而出 穿过森林后在树木上留下一道道剑痕 他满意地收起宝剑 这具身体施展这招比他想象中还要轻松 看来碧里端这具身体的资质并不差 只不过为什么他之前活得像个废物一样 画面一转 宋家别院内 侍卫向宋华林提起 听说毕家公子最近开始练武了 宋华林听后也为之一惊 可侍卫却认为他只是想给自家小姐留下一个好印象 但宋华林直接否定了对方 他看起来并没有想要讨好我 虽然侍卫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从宋华林那平静的眼中 他知道自家小姐并没有骗他 于是话题一转 今天需要参加各大势力之间新秀的聚会 为此杨小邦的人已经来过了很多次 要求宋华林一定要参加 可宋华林其实并不想出席 但碍于杨小邦的势力 他又不得不参加 没想到性格刚直的山东第一美女 也有不得不低头的时候 傍晚时分 此时的碧里端坐在酒楼内一脸的苦恼 今天他在城镇内转了半天 却一直没听到有关武林盟主陨落的消息 这让他恨不得立刻杀到武林盟问个清楚 也就在他想了入神的时候 宋华林和一群公子出现在酒楼内 在看见碧里端的那一刻 宋华林也愣了一下 可还未等他开口 其他公子也注意到了这边的碧里端 其中一人更是嚣张的上前搭话 听说你差点就死了 不过怎么现在还好好的 说完便自顾自的坐在了碧里端的桌子上 碧里端无奈的低下了头 没想到走到哪都能碰到原主的熟人 这时来人再次开口挑衅道 听说你最近在练武功 难道是为了揍我吗 我练武可不是为了揍人 而是为了杀该杀之人 此话一出来人顿时就惊住了 然而碧里端却依旧淡定地喝着茶 看着他那泰然自若的样子 来人为了掩饰心中的恐惧再次嘲讽道 你这个欠债的废物 听说你被宋小姐揍得哇哇大哭 然而碧里端的注意力 却被自己欠钱这件事给吸引住 看来回头得找阿光问得清楚 也就在这时宋华林开口了 他直接否认了这回事 碧里端并不想与他们过多纠缠 随即起身便准备离开 见此一幕 那人还以为碧里端这是怂吗 于是警告他以后不准用这种眼神看人 可碧里端又怎会和这种小屁孩计较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重生到碧里端身上 但他可不想把精力放在这种可笑的事情上 只不过当他与宋华林擦肩而过的时候 宋华林却露出了一副费解的表情 这家伙是不是变了 在碧里端回到家后 他惊讶地发现 此时太阳都下山了 可阿光却还在院子里打扫卫生 他好奇地询问为什么 这才得知原来是杨小邦的帮主要来 碧里端好奇这人是谁 竟然需要如此大的牌面 原来杨小邦作为山东省最大的帮会 其帮主杨基哲更是碧市建文最大的债主 一听这话碧里端更加疑惑 我们家族不是很强盛吗 为什么现在会衰败成这样 此话一出阿光顿时就露出了一连的比 还不是因为公子你的原因 为了给你善后 家族可是花了很多钱的 按你这么说 是不是家族还击欠了很多月钱没法 对此阿光却给予了否定 虽然现在家族出现了财务问题 但家族并未因此击欠下人们的月钱 只不过武士和仆人的数量却减少了大半 碧里端恍然大悟 难怪今天在酒楼的那人敢对他如此嚣张 原来是自己这个脚屎棍在阻碍家族的未来 可他还是好奇哪怕债主要来 那也不用这么晚还打扫卫生了 阿光并没有细说其中原有 堂塞了几句便走到一旁继续扫起了地 也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只见一个年纪很小的侍女开口说道 是因为杨小邦的公子打了阿光 他说院子里有垃圾 需要教训懒惰的仆人 说着他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可那个垃圾明明就是杨公子自己丢的 碧里端顿时就愣住 自己丢的垃圾 还要打别人家的仆人 他质问难道当时自己不在场吗 一听这话小侍女哭得更加伤心了 您当时不但在场 而且还笑着看阿光哥哥被打 碧里端顿时就麻了 自己这具身体的原主人还真是个垃圾 不过小侍女继续说道 昨天听阿光哥哥说公子变得可靠 虽然我不相信公子宁 但我相信阿光哥哥的话 所以希望公子宁真的变了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此刻碧里端的内心很是复杂 看着还在埋头打扫的阿光 他的心中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愤怒 当天夜里 杨继哲带着一群武士浩浩荡荡来到了碧世界门 只不过 以前还对父亲恭敬有加的杨帮主 此刻在看到父亲后却变得傲慢起来 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 父亲便带着杨继哲进入了大堂 而院子内 碧里端和杨继强等人则留在了这里 这时杨继强再次露出了一脸的亲密 你个欠钱的废物 我们又见面了 听到这话碧里端并没有回应 虽然他觉得这样做对不起阿光 但是为了父亲和家族 他也只能先暂时忍一忍 看到碧里端依旧那副认怂的样子 杨继强越发嚣张起来 他再次大喊就快点还钱 你欠的两万两要还到猴年满月 碧里端听到这个数位也是一惊 两万两对于一个中小型门派来说 足以让其产生巨大的财务危机 真不知道自己究竟闯了什么货才需要借到两万两 不过他还是冷冷地看了杨继强一眼 警告他不要太过分 而这边 看到自家公子竟然回怼了杨继强 家中的侍卫都露出了惊异的目光 难道少爷真的变了吗 然而杨继强听后却开始变本加厉 难道你还以为自己是山东第一帮派的继承人吗 说着就将一旁的小侍女拉到身旁 如果你还不上钱 那也可以用他抵债 碧里端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阿光连忙上前想要将小侍女救下来 然而这却彻底惹怒了杨继强 你这个贱民竟然也敢碰我 阿光顿时就被吓得直接跪地道歉 然而杨继强这种牙字必报的人 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只见他往地上吐了一口浓潭 我上次不是说过地上有垃圾就要打扫干净吗 这个是什么 在场所有人瞬间明白了杨继强 接下来想要干什么 作为仆人的阿光也只能强忍地回应这是口水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还不赶快把他打扫干净 阿光只能拎起衣服准备擦拭干净 然而下一秒杨继强却直接一脚踩在他的手上 既然这是从嘴巴里吐出来的 你就应该用嘴把它舔干净 此刻不仅仅是毕家侍卫 就连杨小邦的武士也觉得自家公子太过分了 然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声音传来 只见毕里端大声喊道 的确 脏东西当然要清理掉 听到这话 身旁的侍卫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看来少爷还是什么都没扁 此刻阿光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委屈地咬了摇嘴唇 只能边流眼泪边低下头准备舔是干净 可这时毕里端直接制止了他的行为 你这是在干什么 该清理的人并不是你 是谁吐的那当然也要由吐的人去清 此话一出 阿光和小侍女露出了一脸的疑惑 可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毕里端继续说道 杨继强 我说的就是你 赶紧用你那臭嘴清理干净 杨继强被气得咬牙切齿 他大骂着混账 看来你的脑袋真的被那丫头打坏了 毕里端神情冷漠 他先是让阿光先行退下 然后向一旁的舰队长吩咐了一声 接下来就由他来处理 杨继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笑嘻嘻地嘲讽道 你这种废物又能做些什么 毕里端丝毫没有理会 如果现在你正式道歉的话 我可以当这一切没有发生 否则你会被我揍一顿 一听这话杨继强笑得更大声了 我倒要看看你这死乞丐有多大本事 说着他直接一拳朝着毕里端的头颅砸去 然后下一秒 毕里端只是轻轻抬手 就提前轰在了杨继强的下巴上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杨继强火冒三丈 迅速运转内力再次朝着毕里端轰去 剑队长一眼便看出了杨继强这时要下死手 正想出手阻拦 毕里端却轻松躲开了这一拳 虽然他知道如果被对方的内力击中 自己一定会受不小的伤 但他依旧淡淡一笑 因为在他眼中杨继强的攻击实在是太慢 自己只需要随意几个动作 便能将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事实也的确如此 随着毕里端的拳头一拳拳轰击在杨继强的身上 不消片刻杨继强便被揍成了猪头 这一刻不仅仅是毕家侍卫 就连杨小邦的武士也大为震惊 此刻在武士的搀扶下 杨继强这才勉强站了起来 但他第一时间却让武士赶紧把毕里端杀了 然而武士们都知道 虽然毕士剑门已经没落 但也不能因为这点事就杀死对方的继承员 就在他们愣神之际 杨继强见武士们迟迟不敢动手 他大声责骂过后 一把拔出了武士的长剑 去死吧你这个混账 说着一剑刺向了手无寸体的毕里端 但这种攻击又怎能伤得了曾经的武林盟主 毕里端轻轻抬手便接下了他的宝剑 随即一掌拍出 只听咔嚓一声 同时伴随着一声哀嚎 杨继强的手臂断为了两截 可毕里端的攻击并没有结束 一拳再次轰出 杨继强顿时就飞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 全场陷入了一片安静 半晌过后 反应过来的武士这才赶忙上前查看杨继强的伤势 此时阿光已经完全被自家少爷刚才那番举动吓傻了 他赶忙让毕里端躲起来 不然等一下杨帮主出来就惨了 对此毕里端只是淡淡一笑 看来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杨继强被揍得连妈都不认得的时候 杨继哲和毕家主闻声赶来 当听到杨继强说毕里端想要杀他 杨继哲狠狠地瞥了一眼毕里端 但下一秒却直接一巴掌扇在了武士的脸上 你这个蠢货 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杨继强的继承人被打成这副德行 看到这一幕周围的人顿时紧张了起来 在发泄完心中的愤怒后 杨继哲冷冷地问道 毕家主这件事你要如何负责 父亲转头看了一眼毕里端 但他并没有责骂 而是冷静地向剑队长询问起了事情的经过 剑队长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当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可杨继哲怎么可能轻易罢休 他开始质问毕里端 只是为了那娄一样的吓人 你就将我的儿子打成这样 难道你不应该为此负责吗 毕里端并没有回应 不过这时父亲却开口了 这件事应该负责的好像是你们吧 顿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只见父亲一改之前那卑微的姿态 毫不畏惧地反问道 你的儿子不仅动用内力打人 而且还想用剑杀了我那手无寸体的 是不是你才应该给我个解释 此话一出杨小邦所有人都沉默了 如果要是换做别人 我定要亲自教训一番 但现在看在杨帮主的面子上 我姑且原谅你们一次 杨基哲闻言瞬间就坐不住了 可还没等他开口狡辩 父亲继续说道 如果这件事传到了江湖上 不只是杨公子 恐怕连贵帮也会沦为江湖人的笑饼吧 杨基哲这下开始慌了 他质问父亲到底想怎样 没想到父亲毫不客气地回怼道 是我想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才对 那不容置疑的语气 顿时让杨基哲感到了一丝胆怯 与此同时 毕里端也被父亲这股霸气吓了一条 他原以为父亲的个性比较温和谨慎 但没想到却是如此的硬气 杨基哲这边的气势一下子就没了 最后只能用欠钱来掩饰 既然我们谈不下去了 那现在立刻把我借你的钱还回来 父亲没有丝毫犹豫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说完便让人开始送客 杨基哲父子被气得咬牙切齿 最后只能纷纷地离去 就在他们走后 父亲平静地询问毕里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那个混账侮辱了我们的家人 听到家人二字 阿光和小侍女彻底呆住 父亲只是回头看了一眼毕里端 没有再多说什么 等父亲走后 毕里端看了看还愣在原地的阿光两人 安慰他们不要害怕那些家伙 因为这里的哥哥们都会一起保护他们 听到这话 小侍女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他向这里的侍卫和毕里端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时阿光担心地询问 公子您不害怕吗 杨小邦可是山东的第一大帮牌 毕里端只是微微一笑 为什么要怕 你看到杨小邦武士们的表情了吗 他们应该也很讨厌自己的主人 但反之 你看我们舰队的成员 没有一个人有胆怯之色 有时候战斗并不是只靠人数就能取胜 还要靠人心 况且我们之间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开战 阿光疑惑 少爷您都把杨帮主的儿子打成那样了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于这点毕里端又怎么会不清楚 像杨基哲那种鲸鱼盘算的人 一定不会贸然行动 刚才他连自己儿子的伤势看都没看一眼 所以他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受了伤 而是因为他的儿子被打让他感到了丢脸 虽然阿光听不懂毕里端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认真的向毕里端表示了感谢 毕里端微微一笑 那你可要一辈子都不要忘记哦 说完便转身离开 回去的路上他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计划 根据他的判断 杨基哲一定会在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动手 所以在那之前他必须先下手为强 想到这他朝着父母的房间走去 然而来到门外 却听到母亲为了筹齐欠款 准备将他最珍贵的饰品卖掉 父亲想要制止 因为那是妻子家族代代相传的珍宝 可对于母亲来说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身外之物 因为他的丈夫和儿子才是他最珍贵的路 哪怕已经被儿子骗了很多次 他仍旧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 此刻门外的毕里端听完这些话 他沉默了 原本他是想来为这次的事情道歉的 但现在却让他多了一丝新的想法 他的转身或许并不受 说不定这是老天爷为了这对夫妻 才让他成为毕里端的 这一刻他再次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不久后 为了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他拉上了阿光准备一同前往杨小邦 对此阿光却满心疑惑 为什么少爷还要把他一起带上啊 毕里端直言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件事因你而起 所以需要由你来结束 第二 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听到这些话 原本还垂头丧气的阿光眼中顿时就有了光芒 但仔细一想 似乎这第二个原因 应该是因为少爷的人缘太差 所以能用的人只有自己吧 画面一转 此时的杨小邦 杨基哲对着儿子就是一顿臭骂 你竟然被一个废物打成这样 杨基强躺在床上痛苦地哭喊着 爹 一定要为我报仇 灭了毕市满门 杨基哲冷笑一声 你放心 我已经通知了血犬 胆敢无视我的人都得死 画面回到马车上 此时阿光惊讶地发现 自家少爷正拿着毕市的独门武功认真的研读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询问 您这样光明正大的看家族的秘籍 难道不怕被人看到吗 看到阿光这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其实对于毕里端来说 毕市的独门武功算不上什么高阶剑法 最多也就只有中等水平 不过为了隐藏自己原本的武功 毕里端不得不假装学习 可这副样子却让阿光很不适应 毕竟自家少爷以前除了酒店的菜谱和妓女的排斑表 其他书籍从来都没看过 听到这话毕里端感到一阵尴尬 于是赶忙开始转移话题 他询问阿光想不想学习武功 阿光犹豫了片刻还是拒绝了 他认为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不适合学武 毕里端却反驳道 杨继强那种人渣都能学 你为什么不能吗 可杨继强出身名门 又花了大价钱请师父指导 我怎么能和他比呢 对此毕里端认真地看向阿光 对于一个人能不能学习武功 出身和师父并不是最重要的 阿光疑惑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难道是天资或是努力吗 虽然这些都很重要 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缘分 与江湖的缘分 听到这话阿光顿时就愣住 但他还是无法理解毕里端话中的意思 夜晚 两人来到了附近的客栈 毕里端向小儿要了一间客房 并让阿光和他住到一起 阿光虽然很感动 但却坚持认为和主人同处 一事很不合适 所以执意要睡在马车里 可毕里端没有给他任何推辞的机会 定时拉着他住到一起 之后毕里端更是邀请阿光一起喝上一杯 面对少爷这破天荒的待遇 阿光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 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少爷同桌饮酒 再看到毕里端甚至主动给他盗酒 阿光更是直呼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 然而下一秒他又害怕了起来 少爷你突然对我这么好 难道是想带我去以死谢罪吗 都说杀牛之前都会给牛吃顿好了 少爷这不会是我的断头酒吧 顿时 毕里端一口老酒喷了出来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用担心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阿光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话题一转 阿光又开始好奇起 毕里端为什么可以几招就打败杨继强的 仅仅修炼了十天就有这样的功力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毕里端倾笑一声 其实我以前一直在隐藏真实的实力 因为在这江湖中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学会隐藏 只有这样才能在危险的时候化险为一 阿光听后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少爷之前的顽固形象都是装出来的 为了不让阿光多问 毕里端无奈地继续胡说道 我是被宋华林一拳打醒的 知道不能再这样装下去 所以我才决定不再隐藏他 说完连忙又给阿光倒了一碗酒 阿光猛的一口喝完 能和少爷这样喝酒他很开心 但唯一担心的就是 他害怕哪天少爷又变回从前的样子 毕里端微微一笑 我答应你 我永远不会变回以前的样子 次日前往杨小邦的路上 阿光询问起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由于这几天一直打探不到杨小邦的动向 所以毕里端决定从他们内部入手 一听这话 阿光停下了脚步 他自告奋勇地说道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毕里端对他这反应也为之一惊 于是开口提醒他这个任务极度危险 如果一旦被抓到 很可能会遭受各种惨不忍睹的刑罚 阿光顿时一惊 然后尴尬地表示 如果我被抓了 一定会老老实实把少年宁供出来 听到他的回答 毕里端并没有责骂他 反而认真的说道 那你一定要把我供出来 因为这才是明智的中心 毕里端深知不怕死亡的威胁是最高的中长 但他不希望阿光对他展现出这种中长 至少现在不需要 随后毕里端郑重地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阿光 阿光虽然心里仍是忐忑不安 但还是毫不迟疑地接下了任务 不过在领走前 他再次向毕里端问了一句 少爷 等我过去后 你应该会在身后默默保护我吧 毕里端微微一笑 如果你这样想会好受一点的话 那就这么想吧 阿光最后只能长叹一口气 毅然转身朝着杨小邦走去 少爷 等我回来的时候记得请我喝酒 就这样 毕里端默默地看着阿光离开 之所以他会如此说 是因为他已经决定将这次任务完全交给阿光重 他相信 自己与阿光的缘分不会因为这点小事结束 而且 只有这样做才能让阿光和江湖的缘分继续下去 数日后 毕里端独自坐在客栈里等待阿光的消息 虽然他放心地把任务交给了阿光 但心中仍然满是担忧 有可能阿光现在已经被抓起来拷问了 甚至有可能已经被买了 也就在他想着入神的时候 一个头戴斗笠的人引走到他的桌旁 四海之内接兄弟 你我能在这里相遇也是一种缘分 兄台能否一起喝杯酒 听到这个声音毕里端只是问了一句 这样很有趣吗 下一秒就见那人摘下斗笠说道 我都快害怕死了 一点都不有趣 这人正是赶回来的阿光 之后阿光开始向毕里端汇报情况 杨小邦正在通过血犬召集浪人 据说已经召集了十多个 看样子就是冲着毕事件门来的 而且他们还私下散布谣言 说少爷你飞离女人的时候被杨继强阻止了 之后你便将他打成了重伤 毕里端无奈地摇了摇头 想到重生前援主平时的作风 想必有很多人会信以为真吧 想到这他询问阿光消息的准确性 阿光解释 他是通过收买杨小邦的一个侍女才得知的 传闻杨继强经常在家里折磨侍女 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们父子 听到这里 毕里端看向阿光的眼神充满了惊喜 没想到他能如此轻易就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 看来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于是他对阿光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你做得不错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阿光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然而下一秒 他又神情紧张地说道 这次我还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听这话毕里端脸都黑了 真是不要脸的家伙 之后阿光询问要不要先将这件事禀告家主 毕里端却直接否定了他的想法 这件事就由我们来画下句号吧 男人明明已经是瘫痪在床的废物 却非要逼着梁家少女向他脱衣解带 如果你不愿意服输我 那我立刻派人去杀了你的未婚活 听到对方的威胁 女孩的眼泪止不住就流了下来 他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 然而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就在他绝望地解开衣带时 只听扑扑几声 他的身体被钉在了原地 同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孩子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是他这样了 你就当偶尔被一只疯狗咬了一口 忘记今天的事情 和你的未婚夫幸福地活下去吧 说着只见一个蒙面人缓缓出现 他一掌将女孩拍晕了过去 这一幕让杨继强大惊失色 他大吼一声 你是谁 竟然敢擅闯我的房间 蒙面人并没有回答 而是默默走到他的身边 然后毫不犹豫 一键刺入了他的老二 你猜我是谁 听到这个声音 杨继强已经顾不得身下的疼痛 他拼了命的哀求碧里端饶他一命 然而碧里端手上的宝剑并未停下 那么多人在向你苦苦哀求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说着又是一剑刺入了杨继强的身体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杨小邦的副帮主郑儒 正在极力地劝阻杨继哲对碧式剑门发动攻击 您这样做会引起江湖之人的公愤的 对此杨继哲却毫不在乎 既然碧式剑门敢对我动手 那我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正如知道这不过只是杨继哲的借口 杨继哲早就想吞并碧式剑门了 但他还是恳请杨继哲一定要三思 就在这时另一个声音响起 你为什么要在这装好人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善良啊 说话这人正是杨继哲请来的血绝 说完他继续质问杨继哲到底要不要动手 如果时间拖久了 他可保不准秘密会被泄露出去 杨继哲面无表情 让他按计划行事 这件事他已经筹谋许久了 若是能够吞并碧式剑门 那么杨继哲的势力就可以提升两倍不止 可正如却认为碧式之所以强大 不单单只是他拥有的势力范围 更重要的是毕家主在山东的威望 这里的武士都非常信任他 然而这话听到杨继哲耳中却让他神情易冷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不信任我吗 正如想要否认 但杨继哲却继续说道 在这个江湖上只存在两种人 强者和弱者 弱者注定被强者支配 听到这话 正如知道自己怎么都无法劝阻杨继哲了 不过 虽然他不能行侠仗义 但他也不会仗着正义的名义做这种卑鄙的事 于是当即说道 既然帮主您执意要这么做 那请原谅我以后无法继续服侍您了 杨继哲文言火冒三丈 大骂一句 在我动手杀了你之前赶紧过 这一刻正如愣住了 他追随了杨继哲整整二十年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他 杨小邦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如今杨继哲却说要杀了自己 他的心彻底凉了 这些年他都做了些什么呀 想到这他低下头朝着门外走去 此时的杨继哲还在大火 我要灭了毕市满门 就算是一条狗都不能放我 正如走在漆黑的走廊上 如此狠毒的手段令他也感到咬牙切齿 可他能做的却只有趁着被抛弃之前赶紧离开 也就在这时 一个蒙面人突然出现在他身前 正当他想拔剑质问对方是谁的时候 蒙面人一个闪身便出现在他身旁 如此快的速度绝对是顶尖高手 这一刻正如愣住了 不过毕里端并没有对他出手 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难道你想因为保护这种人而丧命吗 如果你不想白白浪费性命 就好好在这里等我 因为这将改变你的人生 说吧毕里端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 画面一转 房间门口 看到一个蒙面人突然出现 杨继哲大惊 连忙质问来人是谁 毕里端只是淡淡回答了一句 你觉得我是谁呢 一听这个声音 杨继哲便认出了来人正是毕里端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但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把命留下吧 说着他向血犬吩咐了一句 把这家伙杀了 可血犬这种只认钱的人 当即开始坐地起价 五千两 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动手吧 杨继哲虽然很恼怒 但还是立刻答应了下来 下一秒只见血犬冷冷一笑 多亏了你我又多赚了五千两 说吧直接一狼牙棒朝着毕里端砸去 毕里端知道眼前之人就是血犬 如果以他现在的内力和对方硬钢 每一次攻击 然后再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于是他快速躲避着血犬的进攻 同时开始寻找对方的破绽 因为前世的他很早就成为了天下第一 所以他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 这种生死一线的战斗 这让他感到非常享受 也就在这世毕里端手上的长剑快速挥舞 修罗追魂剑第一世 只见几道剑影划过血犬的身体 扑斥几声响起 血犬应声倒地 杨继哲不可置信地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毕里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然而当他低下头时 发现自己的胸口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血度 他瘫坐在地上惊恐地看着毕里端 毕里端只是默默地捡起了血犬的武器 这一刻杨继哲惊了 难道你想伪装成血犬和我两败俱伤吗 虽然很累死 但你还是猜错了 应该是血犬杀了杨小邦的帮主 最后畏罪潜逃 听到这话杨继哲像他的儿子一样拼了命地求饶 只要你能饶我一命 这里所有的银两都归你 毕里端并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杨继哲继续求饶 我还有其他资产道士都可以给你 但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 这时毕里端终于开口了 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你说的话 你说江湖上只有强者和弱者两种人 而且只有强者会活下来 那看来今天你就是弱者 说吧毕里端直接一狼牙棒朝着杨继哲杂去 至此世上再也没有了杨继哲父子 片刻后 正如走进房间 也被眼前的一幕呆住了 仅凭一个人就解决了血犬和杨继哲 这毕里端到底是什么实力 这时毕里端淡淡说了一句 郑帮主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杨小邦的新帮主 这是一颗蕴含了15年魅力的灵药 吃下他就可以成为绝世高手 然而只有真正的有缘人才能得到他 为此 毕里端毅然决定铤而走险 就在他处理完杨小邦的事情之后 阿光已经在客栈焦急地等待了一整晚 看到自家公子安然无恙地回来 这才终于放下心来 而当听到血犬和杨继哲都被少爷杀死之后 阿光更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对此毕里端却神情淡然 既然他们打算灭了我们避世剑门 那又怎么可能留下他们呢 听到这里阿光好奇地询问 外面传闻血犬抢走了杨小邦的财物 难道也是少爷您做的吗 毕里端只是淡淡地回答 那些银两只是给我们避世的赔偿 阿光一脸无语 少爷这是想强行洗白啊 也就在这时 毕里端说起他准备明天开始教阿光洗舞 对此阿光却疑惑他已经25岁了 现在才开始洗舞会不会太晚 但这个问题对于曾经的武林盟主来说 并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愿意为了改变命运赌上性命 那我一定能让你成为顶尖高手 听到自家公子的鼓舞 阿光也不再犹豫 当即表示愿意为了少爷做出改变 毕里端好奇 我之前那样对你 可为什么你一直对我这么好 听到这话阿光害羞地低下了头 原来在阿光十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那时正是毕里端悉心地照顾他 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 毕里端虽然觉得他这个理由很蠢 却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随即他告诉阿光 你要学的武功名叫南海七世 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的仆人 而是我的部侠 听到这话阿光愣住了 但他立刻起身 然后单膝下跪 阿光愿意誓死追随公子 次日 回到家之后 毕里端将杨小邦的预谋悉数告诉了父亲 父亲也很庆幸 幸好血犬和杨小邦发生了内斗 不然毕市就危险了 然而父亲却依旧觉得欠杨小邦的债还是要还 对此毕里端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在父亲眼中 他欠钱的对象并不是杨基者 而是杨小邦 告别完父亲之后 毕里端来到毕市后院 他将三千两银子放在了桌子上 舰队长徐忠好奇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毕里端随便找了个借口 解释这是自己存下来的私房钱 希望将他们用来重整家族的舰队 然而舰队长并没有直接收下 而是反问毕里端 难道你以为大家都是为了钱才留在这里的吗 说完没有丝毫犹豫 就让毕里端把钱拿给家族 不过毕里端知道及时把钱给了父亲 舰队长也不会收下父亲的这笔钱 他一定会让父亲优先考虑还清欠债 于是毕里端说道 舰队是家族的核心 如果舰队垮了 那家族也将瓦解 听到这话舰队长却当即反驳道 家族的核心是家族而不是舰队 对此毕里端并没有否认 支撑家族成为家族核心的不正式舰队吗 所以就算为了家族 你也应该收下这些银子 看着桌上满满一袋白银 徐忠沉默了 最终他还是收下了这些银两 但他保证一定会将这些钱全部用到舰队上 就这样几天后 看到和以前的氛围完全不一样的舰队 毕里端知道他的计划有了成效 不过现在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他的内力 虽然天五号星爵修炼速度是普通功法的三倍 但自己的内力只有五年的积资 成长速度还是太慢 而如今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打通任督二脉 不过想要打通任督二脉 需要配合稀有的灵药 可往往这种灵药都非常昂贵 可遇而不可求 如今他从杨小邦那得来的钱 也只剩下了两万九千两 也不知道这笔钱能买到什么样的灵药 几日后 毕里端来到了济南的黑市 掌柜询问他要什么样的灵药 毕里端表示什么样的都可以 掌柜说这里前两天正好进了一个千年八阳交 至少可以提升十到十五年的内力 在这个灵药难求的时代 可谓千金难运 于是掌柜开价四万四千两 然而毕里端却还差了一万五千两 因为想买这件灵药的人很 毕里端无奈地转身准备离开 然而这时掌柜却询问他想要购买灵药的原因 毕里端微微一笑 当然是为了变强 我之前是个不孝子 如今突然懂事了 所以我希望在变强之后好好为父母敬孝道 掌柜笑了 他做了一辈子生意还从没听过这么荒唐的理由 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江湖上没有孝子 不过表示愿意给毕里端十天时间筹钱 如果筹到就卖给他 因为他相信每个灵药都有属于自己的主人 然而时间非逝 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毕里端还是没有想出筹钱的办法 或许他去威胁一下郑鲁 倒是可以筹到这笔钱 但这样的话他和郑鲁的关系就无法挽回了 之前郑鲁对他宣誓愿意效忠 如果只是因为这点小事就动用他 那么很容易坏了他以后的计划 也就在这时阿光似乎看出了毕里端正在苦恼 不过却完全想错了方向 还以为自家公子又是在想宋华林了 毕里端一脸无语 不过很快他就从阿光接下来的话里想到了办法 原来之所以毕家会欠杨小邦那么多钱 就是因为他曾经莽撞地去抓捕通缉犯郭道秀 结果不幸被秦成为了人质 为了赎回他 父亲才不惜耗费大量的钱财 而当时正好是武林盟支部的孔大侠出面调解 这才使得自己脱险 其中有一万五千两是给了郭道秀 另外五千两则是给了孔大侠作为谢礼 听到这里毕里端马上就察觉到了蹊跷 于是他精心乔装打扮 摇身一变成为了天刀门的人 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武林盟支部 他自称是麻银冲 天刀门门主是他的叔父 要知道天刀门在中原可是赫赫有名的五大势力之一 天刀门的门主麻凤鸡 那可是个风流诚信的人物 他的妻妾多得如同繁星 子女更是数不胜数 以至于他自己都难以分清这些孩子究竟是谁所受 所以乔装成天刀门人最合适不过 此时武林盟支部的守卫一听到他来自天刀门 立刻诚惶诚恐地将他迎入那堂 毕里端不慌不忙地向分部长孔东提及 天刀门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查一名犯人 据说此人曾经在这里绑架过人质 并且得知正是孔中出面调解的此事 孔中听闻心中一动 很快便猜到了毕里端所说之人正是郭道秀 随后毕里端开始描述着郭道秀在本门犯下的滔天罪行 声称全门上下都对他恨之入比 毕里端还表示他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想比其他人更快抓住郭道秀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实力远超其他继承人 接着毕里端巧妙地抛出诱饵 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要分部长能够帮忙抓住郭道秀 就可以安排他进入武林盟的本部 这一承诺瞬间让孔中露出了贪婪之色 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郭道秀的画像 并且详细地告知郭道秀此时正在紧难 此人好赌成性 若是去赌场寻找 想必能够找到他的踪迹 毕里端收好了画像 临走的时候却问起了郭道秀的悬赏值多少钱 孔中回答五千两 但毕里端却当作没听到 两万两还有点贵啊 支部长想要解释不是两万两而是五千两 毕里端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支部长这才心领神会表示自己搞错了 确实是两万两 随即毕里端让他三天后带着两万两到济南找他 就这样三天过后 济南某座偏僻的小山上 孔中气喘吁吁的带着银两来到约定的地点 当他看到郭道秀的手机时 心中不禁一阵颤抖 毕里端面无表情的询问银两有没有问题 徐中赶忙满脸堆笑的保证 自己已经仔细数了两三遍 绝对不会有任何差错 在接过银两之后 毕里端却突然冷冷一笑 听说你与郭道秀曾经一起合谋掏空闭视剑门的财产 徐中顿时脸色大变 想要失口否认 然而下一秒 只见毕里端毫不犹豫地撕下头上的人皮面具 徐中看到这一幕顿时经的木凳口袋 破口大骂想要把钱抢回来 然而毕里端神情冷漠 这些钱可都是你从我家抢走的 现在只是物归原主而已 一听这话徐中恼羞成怒 当即拔出武器朝着毕里端冲去 然而只见一道寒光闪过 徐中还未来得及反 脖子上便多出了一道深深的口 毕里端面无表情淡淡地说道 武林盟让你当分部长是为了保护江湖中人 而不是让你来做这等卑劣之事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 不久后毕里端再次来到了黑市 他将所有银两轻轻放在桌子上 掌柜的也没想到对方能够这么快就筹到这笔钱 不过他还是立刻转身 小心翼翼从内堂取出一株珍贵的灵药 正是千年八阳交 在接过药草的那一刻 毕里端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 如果不是江湖中人 应该很难理解为什么用四万四千两买一颗药草 但对于习武之人来说 这就意味着他省下了十五年的时间和努力 让他在未来更有机会登顶巅峰 将盒子重新带好之后 毕里端也不再过多停留 望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 掌柜微笑了起来 果然灵药有属于他自己的主人